有解 有规矩 有禅定 有智慧 能解决自身的问题 能解决自身的病苦吗 能 我们见过 但是也有不能 我们也见过 宣装大使走的时候很痛苦 严重的病苦 这是一代高僧 有人问他了 难道你修行功夫不得了吗 他告诉人不是 过去所造的 业障太重了 重罪以轻暴啊 这个视线呢 是告诉我们 因果 真有 不是假的 真正 灿除 该过自新 种种 事业 与过人 大约 有密切的关系 无疑不失 叫好众生 视线 给众生 看了 善因善苦 悟因 就悟不好啊 世尊当年在世 世尊当年在世 又三个月 麻木直报 孔子当年在世 也有再陈绝粮 也有再陈绝粮 等恩悟 没东西吃 大声大喜 给我们做榜样啊 我们的福报 智慧 不但比不上福土 我们跟孔子比也比不上啊 佛陀跟孔子一生 借借呢 用现在人 或者一丝毫都不浪费 教人要习福 修福固然重要 习福比修福更重要 你修的那一点小福报 那平常都想尽了 不懂得习福啊 到灾难现前 你怎么办 你后悔莫及 能借神的 尽量借神 该用的用 不该用的就要借神 尤其将来 那科学家警告我们 将来会有粮食危机 会有能源危机 会有水资源危机 还会有金融危机 全球性的大灾难 我们如何应对 念佛 是总方向 总枢纽 可是细心 至少要学生 孔子的 温量 攻减让啊 这是德行 待人要问候 自信要低一点 要善良 要谦虚 要借解 要离让 不要真 要许让啊 要许让啊 从离建筑府 到普洁 回向 远远都具足啊 不具足这个德行 你怎么能修 无量 无量无边 种种功德 舍大愿望 是可以让你 成就 无量无边 种种功德了 是愿里头 愿愿 居足 事先也到 每一愿都具足 具足 事先也到 我们也就联想到了 法藏是菩萨 是大臣 菩萨能把 事先也 展开来 成为 八万四千 谢谢 那么我们就晓得 普行 菩萨 事先 运运都具足 八万四千 谢谢 这样才能够累积 无量无边的功德 果报 与一切法 而得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